最近,澳門賭聽之王周焯華被中國當局逮捕 澳門政府也不斷放出要整頓博彩業的風聲 很多人擔心說,澳門最大的賭場未來恐怕要下線了!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澳門賭場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一提到澳門,很多人應該馬上想到這個! 至於大家為什麼都會想到這個,我個人是不太清楚啦! 但我們知道,賭場跟博彩確實是澳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疫情之前,博彩的稅收甚至占澳門政府稅收的80% 可以說有大半個澳門都靠賭場在吃飯 不過在最近,澳門賭場卻不停地傳出壞交血 先是澳門政府放話說要檢討賭場的牌照 後來又逮捕了澳門賭聽之王的周焯華 很多人就擔心說,這次要輪到澳門吃社會主義鐵拳了!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看 澳門是怎麼這樣一步一步變成全球最大賭城的? 而賭場運作得好好的,又為什麼會忽然被教訓呢?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按照慣例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家的小朋友很偏食,不太喜歡吃飯 辛辛苦苦準備給他的飯菜 總之吃三口就放棄了嗎? 猛狗狗素養教育第二季,認識食物繪本 這次要幫家長們拉近孩子與食物的據敵 這是一套帶著小朋友認識食物、親近食物 尊重食物的繪本 由曾經榮獲多項國內外設計獎的台灣團隊操刀 用我們日常最熟悉的豆漿、米漿、檸檬愛玉 還有木瓜牛奶等等,打造在地美食的趣味故事 內容不但請來了幼教顧問兼修、導讀 還獲得了飲食旅遊作家韓良毅老師的大力肯定 現在這個第二季的新繪本,將在則則募資中 期間限定的優惠組合,最低只要5、4折 而且在募資的期間,還會開放整本限時試月 擔心踩雷的,可以先看看再決定 而還沒有小孩的,也可以分享給你有小孩的朋友 現在就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立即試月全新的 《芒狗狗素養教育第二季認識食物繪本》吧! 澳門的賭場有很悠久的歷史 在1847年葡萄牙統治的時期 澳門政府就宣布賭博合法化 大大小小的賭場超過200家 到了1930年,澳門政府把博彩業轉成一種專營制度 由一家博彩公司壟斷所有的賭博活動 這也是澳門賭場開始集團化經營的開始 隨著賭場的生意越做越大 1960年代,葡萄牙政府決定要把澳門開闢成永久的博彩區 當時吃下整個澳門賭場盡權力的 就是人稱賭王的何鴻生 何鴻生旗下的澳瑜,在澳門打造出一個賭博帝國 除了各種玩法都有的大賭場 還有一手包下的餐廳、高級飯店 載送賭客的船隊和直升機等等 在全身時期,澳門平均每43個人 就有一個在幫賭王工作 這種一條龍的產業鏈,讓澳門的賭場走到現代化 絕體成為了跟拉斯維加斯和蒙蒂卡羅之外的第三大賭城 在1999年澳門回歸之後 何鴻生壟斷了將近40年的賭博帝國 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當時中共因為一國兩制的關係 承諾讓澳門的博彩業繼續發展 但是賭王壟斷澳門 還有賭場帶來的社會問題 還是讓中共覺得很放心 他們想到的解決方法 就是打破澳門賭場的壟斷制度 開放賭權,來讓大家金標 有些人就認為,這種做法 一來是希望吸引外資 讓澳門的賭場變得更加國際化 大家一起發大財 二來也是透過這種方式 給澳門的賭王一點教訓 提醒他們誰才是老大 2002年,澳門開始了第一次的賭權競標 當時澳門政府本來只想發三張賭博牌照 給了澳博、永利和鷹河三家公司 但是後來這三家公司 又把自己的賭牌分拆出去 轉賣給了梅高梅、辛豪和威尼斯人三家公司 欸!不只是本來說好只發三張 現在忽然又多出來三張 這種做法其實是有一點點不符合法規的 不少人也因此質疑說,這背後有利益分配和貪污濫權的問題 無論原因是什麼,在澳門政府的默許之下 澳門賭場最後就形成了三主三副 六家博彩集團共分天下的局勢 賭權開放後的激烈競爭 讓澳門的賭場越開越豪華 還24小時全臉無休 再加上中國的經濟起飛 很多中國有錢人和大官喜歡去賭場大撒幣 為澳門帶來很驚人的收入 2006年,澳門的賭場營收超過了拉斯維加 是正式變成世界最大賭城 當年人均GDP也首次超過了香港 之後一路攀升,變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城市之一 不過,在這個巨大成功的背後 賭場本身的貢獻其實不到一半 成功的關鍵來自一個叫賭聽的東西 賭聽是什麼呢? 這是要來談談賭場是怎麼運作的了 前面提到的六大博彩企業 在澳門總共開了40幾家賭場 這些賭場賺錢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給普通民眾玩的中場 另一種是有點像包槍的概念 是專門給VIP客戶玩的賭聽 雖然賭聽的客人數量比較少 但每次下注金額可能都是幾百萬上下 根據統計,賭聽收入 佔澳門博彩業收入的5-7成 可以說是撐起澳門博彩業的重要支柱 不過,賭場一般不會自己直接進行賭聽 而是把場地外包出去,給比較小的中介去做 中介會負責去找VIP客人、招待接送 甚至是幫忙放貸、討債等等 而這些能夠當中介的人 多半也都跟黑道有點關係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賭聽之王的周焯華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周焯華的綽號,洗米華 本來是在澳門街頭放貸的小混混 但憑著故人的生意頭腦 他放貸生意也越做越大 同時還在菲律賓經營線上賭場 吸引了非常多賭客 後來,洗米華得到了澳門黑幫龍頭 崩牙居的賞勢 幫他募集到3000萬港元的資金 在2007年創立了太陽城集團 開始積極攻佔澳門的賭聽生意 在短短十幾年時間 太陽城就崛起成為澳門最大的賭聽中介 坐穩40%的市佔率 而洗米華也因此被稱為賭聽之王 而且除了賭聽之外 太陽城集團還經營上金融業、房地產、娛樂業 等等非常多的不同生意 在2017年正式掛牌相識 不想認為,洗米華之所以能夠那麼成功 跟他在中國的人脈有很大的關係 洗米華跟中共的關係非常良好 曾經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 澳門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顧問等等 除此之外,他也出資拍了像是《鴻海行動》 《魅公和行動》等等主權電影出錢出力 努力表明自己是新系祖國的愛國企業家 而另外,洗米華綽號的洗米 其實在奧語裡面,也是有洗錢的意思 不少人懷疑,洗米華在檯面上 利用賭聽業務,幫中國的政商高層洗錢 在黑白兩道都吃得很開 但即使是這麼神通廣大的人物 面對社會主義鐵拳的整頓 也還是沒有還手的能力 中共看澳門賭場不爽的消息 其實也不算是新聞 2014年,習近平上來之後不久 就開始積極地打攤 澳門的賭場也因為被質疑是洗錢的管道 也被當局盯上,生意一度受到重挫 不過,腦袋很靈光的洗米華 當時決定轉移到菲律賓和柬埔寨 一方面用東南亞旅行團的名義 帶中國客人去東南亞繼續賭 另外一方面,也把澳門賭場搬上線 讓中國客人遠距離下注 這樣平安無事過了一段時間 中共打攤的力要放緩 澳門賭場的生意也慢慢恢復 在2018年,洗米華的太陽城集團 創下了破系列的燃收 當時大家都覺得,中國不會真的對澳門賭場下手啦 等風流過完,派對又可以繼續下去啦! 沒有想到,隔年,中國又在澳門賭場頭上 落下了一顆震撼彈 2019年,中國官媒點名批評太陽城 說他們的賭博平台是最大的因素化 每年造成數萬億人民幣的資金外流 中國官方也聽上了其他賭聽 懷疑他們組織中國客人去東南亞非法賭博 這一連串的打擊 讓澳門賭聽的生意再次面臨危機 但大部分人還沒想到,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在2021年11月,溫州檢察院指控 洗米華洗黑錢在中國開賭場 要求澳門私警把洗米華強制擠壓 就這樣,一代賭聽之王被逮捕入獄 旗下的賭聽全部停業 甚至因為帳戶被凍結 連員工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而洗米華被逮捕的消息 震撼了整個澳門的博彩業 其他幾個賭聽大佬 也人人自我紛紛關閉賭聽避風頭 各讓人擔心的是,遭殃的不是賭聽而已 連賭場本身也遇到了危機 即便我們提到,2002年澳門發出了6張賭博牌照 而這6張牌照都會在明年到期需要重新申請 9月的時候,澳門政府宣布要重新修法 很有可能會加強監管減少賭博牌照 在博彩企業裡安插政府代表等等 再加上這次賭聽之王被逮捕的消息 不少人都覺得是政府在殺雞儆猴 未來可能會有更嚴厲的整頓手段 這種種不利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澳門博彩企業的股價大跳水 再加上這兩年來疫情的打擊 很多人擔心說,澳門賭場的好日子恐怕已經要過完了 不過,賭場明明對澳門那麼重要 中國為什麼要打壓它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查到了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首先是產業轉型的需求 因為澳門的經濟高度的依賴著博彩業 所以過去就一直有人提出,應該要發展其他的產業 不能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而去年疫情爆發之後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就更加被凸顯出來 賭場和旅遊業全面停止營業 對澳門的經濟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有人認為,這次整頓博彩業 或是當局展現轉型決心的方式 第二個可能性是防賭資金外流和洗錢的問題 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澳門賭天和賭場經常被中國富豪高官用來洗錢 因此中共想要賭住這個缺口,也是滿合理的 再來也有報導認為 這次博彩業整頓可能是中美貿易戰延續 因為現在持有賭博牌照的6家企業中 有3家是美資集團 而他們的營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仰賴澳門的 作有分析認為 中共想要利用賭場的經濟利益 來當談判的籌碼,趁機對美國施壓 根據我們的觀察 不少澳門人對賭場其實是又愛又恨的 一來賭場確實是幫澳門賺了很多錢 澳門人在賭場工作收入很不錯 每年還可以從政府手上分到很多福利 有些評論甚至認為 澳門的反抗運動之所以會比香港少 賭場的經濟誘因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大家都不想要破壞這樣的好生活 可是這種對賭場的依賴 也扼殺了澳門其他產業的發展機會 還帶來了貧富差距、在地文化流失等等的問題 所以雖然我們能夠認同說 改變現在對博彩業的依賴 對澳門來說可能不是壞事 但問題就在於中國的產業整頓 往往都有下手太重的問題 像現在澳門最大的就業領域就是博彩業 而第二大、第三大批發零售和酒店飲食 也都跟博彩關係密切 至於他們說想要轉型的健康、現代金融、高薪技術等領域 目前產值都還非常小 萬一博彩業真的忽然被砍斷 那就業缺口彌補不上來 不少人可能就會失去謀勝能力 所以未來可以進一步觀察的是 澳門賭場的下一步是什麼? 如果澳門沒有賭場,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至於豐厚的經濟優因之後,澳門居民對於中共統治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態度? 這些問題就只能等時間來證明了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澳門的博彩業應該要被整頓嗎? A. 應該,賭博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趁著轉型是好事 B. 不應該,賭場是澳門文化的一部分 只要不犯法就不該管 C. 一半一半應該要管,但要給足夠的時間讓大家適應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澳門賭場大整頓 此外,也可以點進這個地方 看看澳門為什麼輕鬆,以及Youtube運財廣告的討論 那麼,今天這集七夕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